歡迎收聽 Hi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Sight Chat 我是Inside的編輯 MIA 大家好 我是 Fox 那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這個巴哈姆特創辦人 Sega 那他穿完巴哈姆特應該有20幾年了 所以這一路上真的是 有非常多可以分享的故事 那近期大家 討論最多的就是 巴哈姆特動畫風 因為巴哈姆特動畫風有非常多新的 這個動畫影片在上面 那也是台灣 少數專注在 這個 日本這種動畫 相關主題的 這種 OTT OTT OTT是串流 串流 串流音音平台 對那歡迎這個 Sega 我們大家 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巴哈姆特的創辦人 Sega 巴哈姆特已經 27歲 27歲 年底要買27 OK所以巴哈姆特是不是每一年都會辦某一種什麼 我們年底都會辦那個戰慶嘛 戰慶 你看從我23歲辦到 不要加不要加 哈哈哈 年底的 50歲 哇 對啊 整身的置業都在這裡了 已經超過人生的一半了 哇那所以 這真的是 所以你一開始是從大學的時候 架 研究所 我那時候在念中央資工所 然後 然後 就就假了 就假我生 欸 研二 剛生上研二 不是這個故事你不是應該就是已經背到 已經就是那種 講到 講了幾萬次了 然後我就覺得 但沒有關係大家再聽一遍 哈哈哈 應該有很多新朋友啦 對很多新朋友 Always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BBS 你要科普很多東西 對 對我們 我會負責提出問題 對就是那個時候校園BBS很流行嘛 幾乎每個科系都有一個BBS 那我們要講一下什麼是BBS嗎 就PTT 就每個科系有一個嘛 對然後 每個BBS之間會互相轉信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大二的時候開始接觸BBS 那就覺得很棒 我就現在 現在的年輕朋友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沒有網路的世界 我是大二那一年開始接觸的 所以 我從小打電動 我從國中開始打電動 然後 可以討論的對象是誰 班上同學 但是我們又在所謂的 升學班嘛 所以基本上班上打電動人不多 而且那個年代 可以玩紅白機人也沒那麼多 說實在的 對 那 沒有什麼人可以交流 但是當我 上了大二 玩了BBS 接觸網路之後 哇整個 整個世界被打開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發現到BBS裡面有個版 叫做TV game版 然後裡面 好多同好在裡面 都懂 對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那個那一種 震撼感 驚喜 對 然後就很開心 他就 我從大二就開始玩BBS 玩到研究所二年級的時候 那就是剛剛說很多科系都有BBS 他們會互相轉性 所以這個轉性跟現在那個所謂的那個聯邦 我覺得很像 OK 聯邦是最近這個Strax 他說他們加入一個聯邦 那只要這個地方有 其他的邦聯 其他的網站也都會有 大概這種感覺 就是每個BBS還有自己的會員系統 然後每個會員可以在 你在ABBS註冊一個帳號 你發表一篇文章 他會轉到全台灣所有跟他有連線的BBS 所以你可以在BCD 所有BBS的TV game版看到一模一樣的文章 然後他會註明你是 Sega 某個網站發出來的 跟聯邦應該是類似 所以 就 我對聯邦也沒有那麼了解 就是我初步一看我覺得很像 好先回來所以 到我言二那個時候 其實台灣有BBS科系 已經很多很多 所以這導致一個現象 就TV game版裡面的水量就很大 然後BBS大家知道 他不像現在主流論壇 他是有串的概念 他其實就是一篇一篇文章 全部彈在那邊 全部彈開的 所以你在爬文就很難爬 然後那個時候交大有一個BBS 叫做灰姑娘 他手開先立 先杜瑞拉 叫灰姑娘嗎 我都叫灰姑娘 喔 我叫先杜瑞拉 要同一個人 你的地下版吧 OKOK 就是 他們手開先立 他們按照遊樂器的主機 分了幾個版 然後就很有效的分流 而且你可以不用看到你沒有的主機的文章 對不對 所以 那時候我也很常去交大灰姑娘 那到我言二那時候我就想說 既然灰姑娘這個模式可以行 那為什麼沒有人架一個BBS 然後把討論版切得更細 然後整個戰只討論遊戲 就 就 就只是這樣一個想法而已 然後 然後因為我本身學職工的嘛 那我就開始去看怎麼 怎麼架BBS 我就把 我就去 當落那個 那也是open source 浩劍 對 我那時候 忘記什麼版本 反正就當落一個BBS 那就把它安裝起來 然後就 去跟灰姑娘申請轉信 因為BBS也是互相轉信嘛 這樣我可以初期有一些文章量這樣子 然後就 開始 就開始了 然後就一搞就搞了27年 所以 一開始 這種東西 我也 我每次都是很好奇 就是說 其實你加一個BBS 其實它就是個平台嘛 對 那平台你一開始什麼 acquired user 就是你最早 對 怎麼獲取使用者 我分兩個部分來講 在開戰之前 其實我已經先到各大BBS 發信 我說很像聯邦系 我可以從A BBS 發信給B BBS的 user 對 對我就發信給每個BBS的TV game版主跟PC game版主私信 我說我是某某某我架了一個電玩主題的BBS專門的 對 我們現在我開了一些版 沒有版主 邀請你過來 看你想當哪個版的版主 所以 我在開戰之前我有先做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 就目到了一些初期的版主 然後 開戰那天我就對外 其實就透過轉信站 其實 你就到轉信 你到版上去 TV game版 或者PC game版 去發一篇文章 基本上全台灣BBS 都看得到了 所以初期的user就是這樣來 所以 其實我也可以分享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說 當時的轉信版 其實 要看有沒有良好的管理 因為如果沒有良好的管理的話 你一樣會跟現在一樣 你會看到這種 類似像Facebook 你會看到Facebook的社團裡面會有很多廣告 會有很多span 然後很多垃圾 那如果管理的好 他就會 就很乾淨 那 但 這個 剛剛講這轉信的內容 其實就是一種行銷的方式 其實這件事情大概在 你看喔 25年前 27年前 27年 其實我們其實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 發span 讓大家 沒有沒有 那不是span 那是同好跟同好之間的分享 因為我自己是user 對 我是從user角度發現 我爬文很難爬 對 所以我發現這個痛點 然後我直接動手去解決我自己的痛點 應該是策展 我們curator 對 然後很開心的跟大家講說 我搞了一個這個東西 對 我也沒有要賺錢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嫁在學校 喔 所以 當時間也不會有人 那時候其實 風氣很好啦 因為都是學術的網路 那學術網路上面的站 那大家也都是 大部分是大學生 對對對 我們之前有訪問一集是這個 Ireal Ireal是當年這個不良牛的創辦人 所以他也是 這個經歷其實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 他自己也加了一個BBS 然後就開始做台大電機 對 那時候就是 就真的是同好 對 那所以後來我記得 其實到了第幾年之後 巴哈才開始有了網頁版 巴哈是1996年成立的 然後我隔年就當兵去了 當了兩年兵回來1999 1999 1999那時候我第一份工作在奇魔戰 你也在奇魔戰待過 我在奇魔戰待過 第一份工作是奇魔戰 因為那時候奇魔戰有一個BBS 叫奇魔大魔獄 他們本來也是純文字的BBS 然後他們想要開發網頁版 所以他們就 在 真人真懂BBS的工程師 我就丟筆幣過去 然後就 面試上了 上以後就跟另外一位同事兩個人 開發網頁版的BBS 喔 對 然後晚上就回家開發 巴哈姆特的網頁版的BBS 直接開一份 沒有寫敬業 沒有寫敬業 OK 所以是這樣開始 因為你看1999年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Windows 9598 那時候Windows開始 Netscape 開始很流行的時候 對 網頁開始流行的時候 然後 其實 自己有在用也知道吧 就BBS他其實他限制比較多 他就是純文字模式 所以 會很想在網頁上可以做一些 更大的 擴展應用這樣子 所以就會 有閃過這個念頭要把 巴哈姆特網頁化 所以 就 差不多那個時期我1999年的7月退伍 然後我在11月的時候巴哈姆特推出第一版網頁版 很陽春啊 那時候還沒有成立公司 就是自己科 寫CGI科 所以這麼早就有了網頁版了 OK 也是2000年前後而已 1999 11月 就是我們在那時候三年嘛 三週年的時候 那時候喜歡在週年慶的時候推出大服務 所以在1999年 11月的時候推出 但我不知道 Sega會不會願意講這件 但是 當時間其實 我自己都是用BBS 然後 當時呢 後來就出現了一個叫 遊戲基地 喔 這是 徐仁強 社長 他當時是 之前他是電腦玩家雜誌的社長 那他們就成立了一個 也是一個 想當然了 他們也成立了一個網站 叫遊戲基地 遊戲基地 本來是電腦玩家 電腦玩家雜誌 對對對 然後這個 他希望他不在這邊 但是他大概也大概就是2000年前後成立的 我記得 他是2000年11月成立 2000年11月成年 這你都知道 我記得好清楚 不是因為那時候唯一的對手是他們 而且那時候其實是 糾纏盛久 我們糾纏好多年 就是 我們公司是2000年 我1999年近期末 我年底 我大概在 10月11月 反正Q4的時候我就遇到天使 對然後就問我要不要出來 所以我 我起模工作沒有做很久 我8月進去我做到12月就離開 對 然後2000年的 2月底我們公司就設就設立完成 對然後3月就開始RUN這樣子 這講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 天使所以你們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 股權結構一直都是一樣的 對 就是天使跟你 我們就天使RUN而已 就沒有了 就天使一RUN然後就直到現在 然後沒有在 木頓盒的錢 就是自己自助了 對這是 這是一個非常 罕見啦 就是說跟我們現在常見的Practix 是 常見的做法是不大一樣 運氣不錯 對真的是蠻厲害的 通常之後還會有ABCDE嗎 對因為一直想擴張嘛 對然後 就想追下去 我們回到剛剛的Gamebase的後 就是說 那時候 糾纏很久 那那因為 其實我們在做公司常會面臨競爭 尤其是這一種 直接的競爭 對 那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那時候感覺是什麼 可敬的對手 是 沒有那時候很討厭他們 沒有要裝是不是 沒有 20年過後 對啊這麽久以前 這麽久以前 我跟社長後面也都有 都有在聊天幹嘛 對 所以這一過 那時候就覺得很困擾 為什麼很生氣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電腦玩家來採訪過我們 當然啊 我們兄弟兩個去採訪一下 掏心掏肺 講了很多 結果過了沒多久 怎麼發現遊戲基地跑出來 對 這是一個討論 也是一個討論版 比如說很有趣 那時候巴哈的主色調是白色的 然後他們基地是黑色的 就是兩個你可以看出來 你是你如果在遊戲公司上班 你就知道誰在看巴哈 誰在看Gamebank 然後我必須憑良心講 有一大段時間呢 我會覺得 沒關係 我會覺得巴哈那時候其實主要的使用量 都還是在BBS 就大部分的使用者 然後比較少量的使用 而且因為 我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你習慣在BBS 叫你移轉到 Web版 大家都在靠北 然後使用者就不想搬 對 就很困擾 其實兩邊的組織 我們在經營上 不對 這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就是GameBase 我們那時候發現 我們後來客戶告訴我們 GameBase流量超過我們 對 然後我們就自己跑去買報告 那個時候有個報告 叫NetValue OK 我不知道 沒關係 我就買一份報告 然後看看 真的輸給人家 大概02年 就是RO那個時候 對 我們就發現 我們流量真的是真的輸人家 我們就開始檢討 為什麼我們會 會輸給人家 會打輸人家 對 然後 一個原因就是當然人家是有集團嗎 包括本身有個很很知名的 應該是台灣Top級的雜誌 是陳芳 對 陳芳集團 他本身雜誌也很強 就是他電腦玩家雜誌應該也是PC game的 佼佼者 當年 當年也只剩下他了 我印象中 還有微軟 軟體世界 對對對 然後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發現我們的 門檻太高 就是BBS 那時候 遺留下來的 的戰規 什麼規定 那時候有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遊戲基地是家 巴哈是戰場 就是那個時候在巴哈姆特發表文章是要戰戰兢兢 人家說要像類似寫論文等級 不然你會被版主隨動 你也不能問人家問過的問題 你要先去爬金華區 很嚴格 對 但是 說實話 我們自己去看當時 遊戲基地的文章 我覺得那是什麼 沒有 那個時候感覺比較像是 我現在舉個例 大家 大家不用認真當這個例子 那個時候感覺像是 PTT的人說 這個 D能卡 喔 大概這種感覺 PTT的人在講D卡的感覺 就是 喔這就是 那時候其實巴哈的年齡稍微 我覺得有稍微再往上一點點 就是 因為 1997年創業嘛 從DDS過來的 對然後 也不是所有人都轉到web 所以那個時候感覺上就是 巴哈會稍比較 比較 比較 稍漲一點點 然後 大家談論貨大題 要比較嚴肅一點點 然後 呃這個基地就是隨便啦 比較就是 消發就發 包括我們的發言權限有很多門檻嘛 你要 E-mail認證 而且是非免費E-mail 對 然後要考 暫規測驗 對 然後要註冊滿7天 你才可以在巴哈姆特 開始發表文章 一不小心又被版主水桶 對就是會有 但是反觀我們對手 就是 他比較 比較 張開雙手 歡迎性 而且那個年代 2002年那個時候 線上遊戲震宏 很多 像我是傳統玩TV game的 所以我們站上其實 老實說比較TV game色彩 Hardcore gamer多 對 而且我們也 我們剛說很討厭基地嘛 對不對 因為他也幫我們定位 他們就跟客戶宣傳說巴哈姆特是TV game 啊 遊戲基地是PC game 那時候廣告主都是PC game 台灣那時候TV game沒有在下廣告 根本連 對 連代理商經營都都沒有 其實這真是一個蠻好的區格 我必須評量 當時那個策略 我們被定位 然後我們就 就開始業務開始 寫sales key的開始去解釋 你看我們的PC game的版 其實沒有輸給TV game 然後去跟客戶解釋 就不是被定位的那個樣子 對 而且像就像Sega剛剛講 其實當年還有一個其實是Online game 一個很大關鍵 就是 比如說天堂啊等等 這些Online game 帶來了新的 大量的遊戲人口 對 新的遊戲 那這些人其實本來不是在巴哈的 他們其實我們那時候有做份 做過一份調查 其實大部分user 他們都先知道基地 因為巴哈沒有做過行銷 喔 但是他們基地 他們也不是做行銷 他們本來就有雜誌嘛 對 然後 很多人是知道 先知道遊戲基地 然後可能在遊戲基地 才知道說 原來沒有巴哈 這個存在 對 所以 會有 就是 但是那個年代就變得很多 那個政府還在宣導上網 對 大概2000年到2002年那個時候 600萬人上網之類的 在宣導這個事情 再加上整個線上遊戲的 這 蓬勃發展 所以 其實市場上是有很大一批新的玩家 不是我們傳統這種TV game玩家 所以 但是這些玩家他們 第一個知道的這種網站 這種社群網站 電玩網站是 原來是我們的對手 對 然後所以 所以 人家流量比我們大 也是可以想像 對 然後加上他們的管理又比較 鬆散 鬆散比較負面啦 對就是比較 鬆散不見 對比較張開雙手 歡迎這些新玩家進來 對所以 就造成這個流量的差異 對所以 這狀況連續持續了大概 五年吧 我在想 五六年 我記得 我們 第一次意識到流量輸給人家 大概是02年的時候 就是RO那個時候 然後到後來我們 追回打拼 大概花了兩年啦 但是那個時候還在糾纏 就糾纏 我記得糾纏很久 就是 大概到06年 對 才比較 比較 有一個 拉出一個距離 這關鍵的事件是這樣 關鍵的事件是 遊戲機遭到駭客 這是後面的事嗎 他是一根到最後一根稻草 他是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 那個時候遊戲基地流量很大 那從 從使用者角度來看他們網站其實很卡 就是鈍啦 就是慢 就很卡 然後那時候 聽說 這個後來也沒有跟社長證實 聽說他們那時候沒有 沒有inhouse的RD 都是外包 OK 我也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 那我記得在 就是關鍵稻草那一年 就是04年的那一年 年初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大型改版 我們也做了一個大型改版 我們推出後來的哈拉區 就比較casual的 比較casual 就是我們向他們 學習 對 我們推出一個哈拉區 那他們 他們網站也做了整個 UI UX 都做一個很大的改版 但是 他們那個改版其實 有點失敗 對 改版失敗 所以他們流量就一直跑到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兩邊都有各有改版 但是我們 看起來比要成功一點 對 那他們 可能有一些bug 包括那時候聽說 有人會拿到版主權限之類的 對 這權限錯亂 對 聽說有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一消一掌 然後真的到 2004年的9月 就發生他們被種木馬的事情 你看 他都記得人家 都記得幾年幾月 這記憶很深 我在外面演講講的 大概三萬次 哈哈哈 對啊 所以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都很深刻 因為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年輕人印象的確就是說 巴哈有陣子 不好 然後後來又慢慢追上來 然後呢 Gamebase就自爆 然後就開始流量掉 那一路就 就是Gamebase Gamebase現在怎麼了呢 就是最近 在幾個 一年前吧 一兩年前 就賣給了大宇之區 對 那這個網站應該還在吧 還在 只是流量就是 沒有以前當年那麼好 應該 應該差蠻多的 應該差蠻多的 對 所以這次當年其實是 有遭遇到很厲害的競爭 因為各位要想像 就是實際上 像SEGA講 當年其實是只有一輪天使投資了 然後就遇到了一個 以集團 為 核心的 這種 這叫集團戰 來打你 然後他原本又有 傳統的媒體資源 然後來 進攻這個市場 然後而且對方其實其實已經取得了 一個程度的領先 然後 但是因為 幾個連續的 可能沒做好 或是某些失誤 然後就又整個又版回來了 對 這個是當年我們看到的現象 所以 諸位啊 這個改版 不要改太大 慢慢改 這個是我們現在 過去20年來 所有人的共同經驗之一 就我看到一些老網站 其實我心裡也是 心有77N 他的網站現在其實看起來也很老 但是也不能大改 不太敢亂改 就跟某 購物網站一樣 可是我覺得 某些地方開始 比如說每個月微調某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 其實當然慢慢適應 其實會比較好 是有啦 對對對 這樣子做法 會比較 因為我們以前習慣者叫做瀑布流 就是 這樣做 現在不是這樣子做 對 所以 這個是當年競爭壯 那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 這是網 這是網頁 網路遊戲的 蓬勃起 然後接下來就撞到了 09年之後 這個手機遊戲 我們那時候覺得手機遊戲 其實就 誰要手機遊戲還需要交流嗎 還需要到巴哈姆特去看這些討論嗎 那時候感覺好像是不用 後來又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沒有解決啊 其實我們現在遇到 遇到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現在也還是啊 現在還是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手機遊戲是大宗嗎 然後手機遊戲真的 可以討論東西沒那麼多 不像魔獸世界 真的嗎 魔獸世界當初在巴哈姆特 我記得蠶蓮第一名蠶蓮了五年 我印象我沒記錯的話 他蠶蓮了五年 就是他 太博大精神 就裡面東西很多可以討論 他又會改版嘛 但手機遊戲不要講手機遊戲有沒有討論性了 他本身生命週期就短了 那在生命週期很短的情況下 版主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你討論的 第一個討論沒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討論 第二個誰會跳出來當版主 這件事情就不像 我們那個時候 TV Game 就是很有愛的 我玩洛克人我玩了很多年 我跳出來當版主 那 現在沒有 沒有嗎 其實也是有了 你看很多社群 什麼元神之類的 什麼 我說其實 手遊還是有很多這種小社群 另外一個我面臨到困難 就是外面社可以搭社群的平台 太多了 就臉書有社團 臉書也有 Line也有 Discord也有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的競爭者 對對 那以前你要討論遊戲 就是來巴哈姆特 到遊戲基地或巴哈姆特 就可以討論 那你 更有愛一點 你就來當版主 對不對 那現在有愛的人 自己架個Discord 還不用被 不用被戰方管 不用被巴哈姆特管 真的 對那你就開個Line群組 因為其實你在我們的哈拉區裡面 我們的討論區裡面 就可以看到 很多Line群會來拉人 因為 當你 我們這邊還是 有 基本的流量 還是有基本流量 那還是大家 第一時間可能還是會想說 現在巴哈姆特這邊討論 所以還是 會是一個拉人的好地方 所以 我們就 雙重打雙重 混淨 第一個是手遊 沒有那麼多 第二個是社群平台 很多 所以我們這幾年其實也是 一直在這些做努力 在想要怎麼樣突破這個困境 OK 你說傳統TV game 他生態沒有太大改變 但是作品數量感覺好像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TV game來說 比如說近年來什麼薩爾達這些都是大作 那他應該也都是玩法很多 還有一個對手 剛忘了提 YouTube 喔 直播主的 以前我們看功率要照哪裡查 巴哈姆特嘛 對 對不對 就是到板上問問題 或者看那些達人整理好的 對 版主整理好的進化區 現在呢 直接上YouTube 直接上YouTube 直接怎麼打怎麼跳怎麼散 直接 還給你看 對 對而且實際上有很多直播主他們開電玩有種是陪伴的感覺 對 然後他就已經取代以前某種那個版主的角色 像我女兒薩爾達玩很兇啊 他上哪裡看功率 YouTube 巴哈姆特是什麼 我知道爸爸在巴哈姆特上班 他不會去開討論 他不會去看文字功率 啊 真的耶 不會 你這樣講的確我有一半的確就是 有一半的東西我就還是會去找巴哈 但的確有一半東西被YouTube處理掉 攻略 攻略的 尤其是攻略的部分 其實YouTube是一個很好的 Curation的地方 對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比文字 你要寫一篇文字功率多難啊 你就是照著這影片 除非RPG那一種 先去哪裡拿東西 再去哪裡拿東西 這種也許還OK 但是你說像薩爾達這一種 或是操作比較操作型的 很多東西 影片結 那你沒有考慮過就是讓你們的站內 有這樣的feature 應該是有吧 我猜應該一定有 有過這個徵兆 你可以貼YouTube連結過來 現在可以 但是我 不會自己做一個 HOSTING這個 哈哈哈 那其實很燒錢 錢錢的問題 當年我們其實對 因為我們是從那種2000年時代過來 你就對影音這件事有天然的害怕 天然的 真的 就是你就感覺到影音就是一個很燒錢的 的平衡 很燒錢的東西 然後你就不會想做 就覺得 所以 後來做動畫風其實也是一個 害怕 然後對對對 我們終於可以做動畫風了 哈哈哈 對 也是另外一個 那就另外一個故事了 對啊 對 那為什麼 就是 我們知道巴哈姆特 原因是因為當年 這邊玩這些 PC Game TV Game 那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族群是 ACG的族群 這一切其實都是誤會 我們做了動畫風之後發現其實兩邊族群其實不太一樣 不農不通不太一樣 對 當年做動畫風其實也是 污打污撞 這是幾年的事啊 0 16年 其實也已經7年了 16年滿7年今年第8年 16年1月開台的 對 所以 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我跟林資誠 那個App Wars他有辦一個矽谷參訪團 對對對 你就跑去了 我就跟著一群 一群App Wars的新創門 瘋狂人們 大家就跑去矽谷參訪嘛 對不對 那就拜訪了很多家公司 然後 然後 有一天要去拜訪那個匡群若 就是美國的動畫 OTT平台 對 然後 JAMMY就跟我說 就是我們這一群裡面 我跟動畫比較扯得上關係 對 他說可不可以請我 當天在匡群若裡面 做一個台灣動畫市場的簡報 哇 那我就趕快聯絡台灣的同事說 那個誰比較懂動畫的 趕快幫我整理一下 然後我們也在線上發了一份 發了一提問卷 就是問說 如果有一個 動畫OTT平台 你願意付錢嗎 願意付多少錢 就從30塊 30塊為急劇 這樣從30到210 因為那個那一年匡群若他收7塊美金 一個月 對 我們就設了一個這樣問題 還有一個選項是我不願意付費 我就就發了 然後 後來也順利達成任務 簡報也 做來了 我也岳陽跟同事請教了一些問題 不是你知道那是個度假行程 是個參訪行程 然後忽然間被交辦說 不然你明天就要去報告一下 對對對 真的很壞喔 然後我就 也 因為匡群若創辦人是華人 他聽得懂中文 我英文很爛 所以我就 我用中文剪接這樣子 對 然後就 結束以後就繼續這個行程嘛 就後來回到台灣之後 同事跟我說 網路圈在炸鍋 就是巴哈姆特 謠傳巴哈姆特要 做動畫 因為那一個問卷 就是有所以要所以動畫瘋 有今天有動畫瘋要感謝林資誠 他推了一個坑 結果就發了一個調查問卷 然後就誤打誤撞 被鴨子趕上架 就上了 就可以做了 也沒有這麼 就是我回來發現說 網路在傳這件事情 同事跟我講說不只網友在傳 然後連那個動畫代理商也跑來問我們 是不是要做 是不是要做 然後我就說 我就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動畫 然後我就 去了解 我就上網也是收了一些文章 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他就 做了很詳細的分析 我猜他是看到我們那個問卷之後 他開始去分析 當下的 這個動畫 包括三大電信 然後 還有一個 那個純水堂做的 他們有做一個 純動畫平台 然後 就他 就 做了比較 這樣 他做了一些結論 就是 第一個速度不夠快 畫質不夠好 然後 片子不齊吧 就一些優力幫你做了swap的分析 他都分析好了 他要跟上下兩篇文章 對都分析好了 然後劇情都是超網友的 其實網友是一個很好的 資訊來源 真的真的 因為 差題講一下 就是 像我現在自己遊戲也玩的少 所以有些時候會 比較不知道user要什麼 對 那以前不用啊 以前我想要什麼 做什麼就對了 對所以我後來在一些 一些創業場合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就說 你做什麼題目 你一定要自己是那個 user 自己是那個user 當然是最直接 當然你可以透過 其他同事或 問卷 當然也可以啦 但就是 多了幾層 你可以看到一個反例 叫愛料理 哈哈哈 anyway 跳過 動畫瘋也是啊 動畫瘋也是 所以動畫瘋打我自己一臉 就是 我們那時候就 我也不知道動畫 我自己不看動畫 然後 可是我後來就開始去拜訪 這些動畫代理公司 然後說 是不是想要做 不對不對 順序應該是說 我們自己 接收到這樣的情報以後 然後 發現市場上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就自己寫了一份 簡報 自己想像說如果我們要做的話要怎麼做 然後帶著這個簡報去拜訪這動畫公司 問他們有沒有興趣 一起 一起搞這樣子 結果我們那時候設定了幾個目標 第一個免費 我們day one就 就決定要做免費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 啊 尤其是更年輕動畫就更年輕的族群 所以第一個第一個目標就是做免費 第二個是要做1080P高畫質的 因為大家都看盜版嘛 那盜版大概720P 畫質 720P還要看Bray 其實還有 分Bray嘛 對不對 然後 字幕是 簡體字幕 就有些問題 就品質啊 第二個是品質 第三個是要同步 因為盜版很快 那我們希望我們做正版 我希望可以 我們那時候有設一個目標 12小時內要跟日本同步 哇 我們那時候設這三個目標 帶這三個目標去跟 代理商聊 那我們也抓了一個月珠 那時候沒有抓月珠 我們就 估 我們從巴哈姆特本站的DAU 去算多少 去算我們大概轉一個幾趴過去 然後 如果以我們的經驗 這樣的人數大概可以賺多少廣告費回來 這樣我們就 寫一份Proposal去跟 動畫代理商去去聊 那聊了一圈回來 其實 怎麼說呢 大家都覺得免費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個 年代 其實有KBOX 那時候已經KBOX可以想像了 就是 就是 你唱片公司 然後在網路上 他沒有免費 KBOX那時候應該還沒有免費 Spotify才有免費 有道理 就是 我想要主導 因為整個巴哈姆特是靠廣告撐起來的 收入 營收 是靠廣告 所以我們對廣告這邊 其實還算有點 經驗 或 自信 對 我們也希望說那動畫風 我們就以免費來做 那希望可以從廣告這邊來賺錢 就拜訪一圈下來發現 不可能 還不是代理商說不可能他說日常不可能同意這件事情 對 對 所以我們就 就 就走不下去了吧 我們是2014年去矽谷 我2015年年初開始跟代理商聊聊聊聊 上半年大概都沒有什麼結果就是不太可行 但是到到了下半年之後 我就環境成熟了 哈哈哈 我們開始接收代理商說其實可以談談看 就是免費這件事情是可以的 但是日方那邊的要求是你一定要做付費 你不能只有免費 要有這個選項 同時要有付費選項 對 然後 然後 欸我就 就 好像看到一線曙光這樣子 所以又再去 就再去跑一輪 然後又 欸有幾家開始比較有興趣 所以 後來在 就那一年的年 15年的年底 我們就最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了 就是 至少要有兩家代理商願意 嗯 才能效 只不然你只有一家很奇怪 我就變成你這一家的平台 很奇怪 所以我們那時候自己設定 就是兩家願意跟我們合作 然後 呃 然後我們自己有抓抓那個 兩年的時間 就是這個專案 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抓了一個金額 就是燒完為止 看哪一個先到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 就 到最後年底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9月10月的時候 然後第2家答應了 哇 就平起來做做做 然後我們16年1月就上線 就上線 是 是這樣誕生的 所以其實很 其實也是蠻 抽中複雜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要談到片商 第二個是你要平台做起來 然後付費模式 給建立起來 然後要足夠的人接受 對 然後開始轉 那你們 我記得你們現在是有一個數字 放在首頁上面 然後說是個付費筆 你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 這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就是 這個數字 是在 2017年4月公佈的 但我都記得很清楚 怎麼記得好厲害喔 因為我剛來之前 我有在 沒有啦 因為它是一個關鍵 因為我剛有提到說 我們當初給自己的目標 是兩年嘛 我們之前到20 第一年 2016年第一年嘛 第一年到第二年 大概4月的時候 其實整個成績都很不好 喔 油量也沒起來 然後收入也沒起來 那爆紅的關鍵是什麼 然後付費比 那時候一直在零點 幾趴 0.5以下 0.5以下 付費比你怎麼算的 就是 每個月的 MAU 哪里的 東 東話風的 東話風的 有點開看的 MAU MAU 不是 不是過客 如果他沒有點開就不算 有點開的MAU 然後除以 分子是付費付費 付費賬號 喔 OK 剛剛講到哪裡 不太好的部分 對不太好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已經抱著要收的準備了 因為兩年快到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打理一下網友 你們收付錢 當初問卷裡面有高達 75%人願意付費 不過我發現這問卷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當初設計問卷說如果有一個你滿意的動畫平台你願意付多少錢 他就說我們不滿意 不滿意 所以 不滿一年前 因為如果你突然 收掉也很奇怪啦 所以我們當初想說那我們先讓大家看看我們這個實驗的數字 也不是阿翁不是我就是讓大家知道你看只有這麼少人願意付費 台灣台灣人都說說啦說付錢就騙人的啦 對那時候想說就是 就公佈嘛那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其實很辛苦然後年底收掉比較不會有人罵我 出發點是這樣喔 真的是這樣子 但是 公佈之後其實被解讀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我們 打悲情牌 對就是網友其實 覺得我們在打悲情牌 覺得你們親了 但是他真的 真的也發揮了悲情牌的效果 說實話 對 因為很多人發現原來這麼少人付錢 所以就把這數字放上去了 我記得 是不是我們先放上去 先放上去了然後網友再說 怎麼這麼少人付錢 大家覺得他有付錢他有付錢其實大家都沒有付錢 對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從0.5左右然後這個公佈數據就大概一兩個月時間衝到有破一 喔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成長 milestone 這是一個第一個付費比例成長的milestone 那第二個是第3年的時候了 第3年的q4的時候 那個時候 啊 因為其實整個營收狀況還是不ok 然後我們又很凱的就是所有免費user都1080p放鬆 對 所以我們想要 說 哎 要截流 截流 對開源不了那就截流 我們就想要截流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那 我們沒辦法 就發一篇廣告跟user說可能免費的只能降到720p 這樣子 做了這樣的一個 限縮 選擇 對 那 這是第二波成長 就很多人發現看了1080p回不去了 啊 真的有用啊 有用 其實這是第2波成數字我一點忘了 就是這是第2波 我們明顯感覺到成長的的一個動力 對 一直到現在現在是幾趴 我早上看大概11趴左右 11趴 不過他起起起起起起伏伏的啦 因為之前大家勒烈討論八哈我大哥啊 那就是就是因為突破10趴嘛 大家忽然間覺得很震驚 其實我覺得動畫風他 我們我們站到一個還不錯的 他一名就是 我們應該也做對一些事情了就是其實大家 大家 想看動畫但其實之前真的沒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看 嗯嗯嗯對那動畫風出來之後 加上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比較正向循環那一開始我們 片也比較少 片比較多了 片越來越多了 然後 就是 然後 我們各方面的品質也都顧到還不錯 片子數量也夠 畫質也不錯 然後 就各方面水準都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變成user 人慢慢變多付費人慢慢變多 嗯 然後 有些人可能 因為像盜版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知道了會做但是其他就知道他不是 好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就像我們小時候玩 盜版遊戲 長大其實有能力也是去買正版嘛對不對 所以 我們踩到一個時機還不錯就是 我看到我有一些網友會講說他們是 贖罪卷 你知道嗎 對就是有點有點 就支持啊 對就支持很多人可能就是真的是為了支持 那這個我們也很感恩啦就是 對對對 有一部分user可能 然後他會說我看到一些有些朋友會講說其實我都沒有在看 但我就是每個月99塊就 就一直附下去這樣子 對 真的是 蠻有 啟發性的一個故事 因為其實 OTD的經營 我看大家都非常的 尤其國內的大部分我覺得應該都蠻辛苦的 除了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大船 大船 那除了他們之外當然不用講 但是 專注於一個 一個領域然後可以把它做到 蠻好的 其實蠻困難的 其實我覺得我一直以來都在做Vertical的事 對對對 就是 當年BBS我也做Vertical 現在OTD我也做Vertical 那 這一塊 競爭就小很多嘛 對 對對對 這些大船們不會撞來我這邊 所以我就可以 搶著這個小山頭 也還不錯啦 這個山頭也還不錯 還不錯 也還不錯 可是 我相信這題你也常常被問了就問到爛了 那 過去的20年來 就是我們曾經在10年前後吧 那時候大家都很喜歡去中國大陸 這件事情有在你的選項 曾經在你的思考 曾經有 OK 後來結婚就沒有了 OK 那時候真的有有有想過大概零 更早零幾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中國大概是零六 零四零五零六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超好的時機 對 然後去都備受禮遇 但是我們發現有很多困難嘛 就是 你要ICP嘛對不對 而且BBS有另外一個牌喔 你要另外一個BBS的牌 所以 然後台灣人身份可能又比較困難 他要求公司負責人必須是中國人 這件事也是一個困難 因為我沒有認識的信得過的中國人 對所以 後來也是 就卡著啦 也是有點卡著 然後後來也年紀到了就結婚就算了 就 結婚真的是一個很大的 短折 那除了中國打擾 那不管是海灣的 現在動動畫風是有包含了新馬嗎 沒有沒有就台灣而已 台灣而已 那有未來有這種的打算嗎 拓展 其實沒那麼容易 除非說針對華人啦 短時間當然 如果針對華人 比如說 其他東南亞的華人 這個 但這個又扯到 複雜的授權問題 對因為今天 日本原廠一部動畫 那他可能台灣 台灣比較少台灣可能台灣大陸給誰 可能新加坡或哪裡哪裡給誰 那如果你要跨我現在配合的這些 台灣的代理商 他不見得有 其他地區的版權 Anyway 沒有這個是個方向 欸這我們可以有機會 可以未來也許可以聊聊看 那我個性比較保守啦 說實在 你看我這麼多年 因為像我們做社群的東西 其實你社群跨出去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優勢 因為出去是從零開始 我會是 歡迎世界各地的勇者來找 Sega討論 看有沒有可行性 如果你覺得可行 Sega在跟你討論 對 這是一招 就是有人願意代理 然後去處理這件事 那你提供這個平台 讓他們去 我很難搞 對他非常難搞 然後他一直說要投資人 我看也是 我看也都很難 他說要讓我盯 我說誰要讓你這樣盯啊 Anyway 這是一個可能性 這是一個可能性 保守可能過過一些事情了 但是 說法看起來還OK 結果來說還OK 所以很多 我們 因為這個 Sega曾經是上一段 這個 電子商務 暨網絡 協會的 會長 那其實 大家都會說 你不上市啊 你要不要 出哪裡比賽啊 不要 他就是 就是堅守這個民主陣容在台灣 跟民主沒什麼關係 就是 沒有就是在台灣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 基本上 英文不夠好 是個門檻 OK 反正就是做了 反正這些事情 大家慫悠你的事情 都沒有做 那反正就是 反正就做這些 只有林志成 霧打霧撞把你推了一個坑 對 對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一件事情 對 好那我們聊輕鬆一點 我們要進入 輕鬆的環節了 就是 我們都會請來賓推薦一下 最近看過比較推薦的 書或是文章或是作品 還有遊戲啦 對 因為大大的關係 可以推薦一些遊戲 這個月好多 上個月好多遊戲啊 比如說 FF16啊 OK 老人等等 但我覺得他是 因為我不敢挑戰標準模式啊 我就挑戰 那個 這是什麼平台啊 P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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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比較像是一個 互動式電影 這樣子 操作部分 你可以選擇啦 我選擇比較簡單的模式 看劇情 對看劇情 然後 爽快感還蠻夠的 戰鬥爽快感還蠻夠的 那 薩爾達呢 薩爾達我沒有玩耶 薩爾達主要是 女兒在玩 我很兇 啊 還有迪阿波羅斯 你也玩迪阿波羅斯 對我把莉莉絲殺掉以後 就停下來了 哈哈哈 聽說後面很濃 我就 就不想做 沒有啦因為太多遊戲 我後來就跳去玩FF46 所以就停下來 哇 其實你現在還是有 認真在玩遊戲 我記得 我只玩這些老IP 說實在 你新的IP 也是玩不動 不喜歡玩 不想玩 不知道老了 Mobile Game呢 Mobile Game會滑 就玩一些無腦遊戲 就是 因為他比較 快進去 節奏 對 節奏比較快 或可以 隨時中斷幹嘛 像你玩RPG 你很難 有時候老婆叫一下 小孩叫一下 你要被中斷 那個整個 情緒不連貫 其實玩起來是痛苦 所以我沒有確定一段很長時間 我不會去玩那種比較 沉浸式的遊戲 對 對對對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FB滑一滑 IG沒有滑 FB滑一滑 就算了 對啊 OK 那其他的書或是文章有推薦嗎 我其實很不喜歡看書 喔 嗯 OK 那有什麼啟發的事情 或是你覺得 我 但是我 前陣子 這兩年有看幾本書 喔 OK 那你覺得最好的一本 我不敢講最好 我只講我 因為今天是我遇到的困問題 然後想去找一些答案 所以我去買 我有看一些書 一本是教練 這蠻久以前的書 然後一本是 這是人生的嗎 還是質疑的 還是什麼 比較像是教練是講公司團隊的 的 經營嗎 就是 怎麼 怎麼 一些眉教 眉教 對 就是你的心態 就怎麼團隊去build起來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本是 什麼 也是一本老書 什麼 永恆卓越的 什麼什麼 哇 都是一些我以為 我不會看的書 對這聽起來超 跟你 就是超不像 然後就是 你會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理工出來 很久卓越的修煉 謝謝 很久卓越的修煉 這是老書 這是老書 他有改新版 這感覺是像 A到A plus 那一個人寫的 就是 我這個其實也很貼紙 因為你看書會發現 幾個情況 第一個 他講的你 你認同 對 或者說 你做了跟他做 他是大師 你做的事情跟大師講的一樣 金有七七 你就會更 這邊你就會更 更有信心 更肯定自己 然後 看到不一樣的地方 會有兩個結果 一個你認同 一個你不認同 對 那你不認同 你就不會 你會忘記他 對 那你認同他的部分 就強化 會忘記他 就是我很難內化進來 哦 就是我可能 我今天看到一句話 哎 我很 我很有感覺 我不知道是因為老了 還是幹嘛 可能過幾個禮拜 可能又忘記 就最後我還是走我自己 原本的路 嗯嗯嗯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蠻難 我其實以前看管理書 也常常有這種感覺 就是 你知道這件事情 跟你有辦法 你留下來 留下來在心裡面 然後留下來在心裡面 再去 真的去執行 真的是一個 就是一個篩子 對 真的很難 然後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留下來的 的心得會特別的珍貴 對 然後我自己又很 嗯 也某些方面蠻固執的 對 所以有些時候 當然你看這些書 但還是有時候會 會 賭到一些東西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改變 心態改變 或什麼改變 可能 其實一本書有一句話 其實就 夠了 就很棒了 就很棒 的確 的確 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 對 我之前比較不信任書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書 詹先生這麼喜歡書 Anyway 對啊 我還會看一些有趣 那個什麼 最近最近在看還有看一本 我記得我買很多書 朋友介紹我就買我就買 我就買我現在都買電子書嘛 買了買但我不一定會看 跟steam一樣 最近有買那個什麼 被討厭的勇氣 這也是老書 這也是老書 對對對 就是 你也不見得追求新書 反正經典就買了 對對 然後就原來有另外一派 思考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 對對對 就一切都要怪自己 不能怪別人 那你 平常做什麼休閒瑜 除了打電動之外 運動嗎 我是個很無趣的人 OK 我是一個很無趣的 我其實 傳統阿宅 對我除了打電動 我聚也不太追 然後呢都在幹嘛 要跑步嗎 沒有 我也沒有運動 我就是一個 死肥宅 不會啊 以沒有運動來說 我身材看起來 對看起來蠻好的 對啊最近還好 這蠻厲害的 哇 哇 真的是蠻驚人的 對所以 幫架亂幹嘛 就 手遊滑一滑 電動打一打 然後 你看完美的 FB FB滑一滑 對不對 哇 結束 哇 結束 哇塞 真的是 沒有想到的結局 哈哈哈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講一些比較積極的做一個結合 一個積極的做一個 講一個就是20年來你的 你可能得到了 Random的Learning好了 這是你覺得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一個Take away 對一個Take away 這是 開始想 我覺得 專注 怎麼講 我覺得任何事情就是 這不一定是 怎麼講就是你 像我2027年都在做一件事情 對 我覺得持續把一件事做到 極致 很難 很心 就 就 功德圓滿了 會有一些成績出來 OK 這是一個持久戰 有點虛 你說 動畫風爆紅嗎 我們做了7年 真的 第8年 真的一直到去年 大家看到POSE 哇塞 我覺得不能講爆紅 應該是說開始好像被看到了 然後 開始滾起來了 對 這件事情不是一個 快速累積的事情 就是 我們前面也是蠻痛苦的 就是 收視 那個付費率零點幾 然後廣告 我們主要兩個收入 廣告跟 月費 跟月費 廣告他就是很不穩定的東西 上上下下的 那訂閱費當然相對穩定 然後 但是 前期就沒有很快速的累積 就很少 對 慢累積 就很少 哇 好 今天 很感謝這個 SEGA來跟我們分享這 20幾年的創業的心得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喜歡本週我們分享的內容嗎 請到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來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我們都會看喔 ED 這欣賞